大家好,我是凡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古惑仔二只猛龙过江 上一期我们说到 亮坤被陈浩南几个人设计干掉 蒋先生也得以回来重新的执掌红星 陈浩南也因此颇受他的看重 势力越发壮大的陈浩南 顺势在湾仔开了一家酒吧 开业当天呢 红星的兄弟们都来捧场 也是十分的热闹 而包皮也收了一个小弟 几个人一看呢 和第一步的娇皮长得是一模一样 并且包皮给他取名叫娇皮 其实这家酒吧 是陈浩南问山鸡借钱开的 酒过三巡之后呢 山鸡聊起了自己在台湾的经历 原来当天他跑路到了台湾的基隆港 先是联系了表哥,黑哥 随后身无分文的他 将劳力士当了五万块 黑哥与山鸡从小就是臭味相投 刚见面自然免不了去娱乐场所潇洒一下 但是因为小姐的事 和旁边的客人发生了矛盾 黑哥一眼就认出来 此人是当地的张委员 并且在道上关系复杂 属于有牌的黑社会 自知惹不起的黑哥 也只能是低头陪笑 毕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该怂的时候就得怂 第二天 黑哥带着山鸡来到了三联邦老大 雷公的府邸 黑哥表面是雷公的司机 但也是其心腹 在他的引荐下 山鸡也得到了雷公的首肯 加入了三联邦 但是帮派的日常 却和山鸡的想象的不一样 贵为台湾第一大黑帮的老大 每天就是带着小弟们造势拉投票 来竞争立法委员 黑哥解释说 现在大哥们都出来选 只要选上了不止能够赚很多的钱 还能拥有更大的权利 这一日 雷公带着几个人来祭奠自己的王妻 就在此时 一位身处黑色和服的女子走了过来 她气质高贵 面容美丽 乌黑的头发高高的盘起 一张红唇引得山鸡颇有兴趣 她叫丁瑶 是雷公的女人 结束之时 雷公特意让山鸡送丁瑶回去 这郑重山鸡的吓坏 我叫山鸡 鸡八的鸡 随后两个人来到了赌场消遣 丁瑶直言 因为雷公的身份 别人对他都是避之不及 但是雷公又最新权利 又无暇顾忌 谈话间 赌输不错的山鸡 还帮他赢了几把钱 看着眼前的男人 丁瑶也生出了兴趣 第二天 山鸡两人依旧陪着雷公选举 可是没有想到 立法院里面打了起来 雷公被之前酒吧里面的 那个张委员打破了头 贵为三联邦帮主的雷公 岂肯受此奇耻大辱 他扬言 谁干掉张委员 就让他当一个堂的堂主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山鸡明白 这是自己上位的最好时机 就在张委员庆祝自己当选 大摆庆功宴的时候 山鸡竟直来到他的面前 掏出手枪 将其当场射杀 随后从窗户跳出 几名打手对其穷追不舍 还好山鸡勇猛过人 以一敌多 也能勉力一战 不过双拳难敌四手 他逐渐的体力不支 就在此时 丁瑶骑车赶来救了他 回去之后 两个人泡完温泉 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锻炼 第二天 雷公前来看望山鸡 山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您已经是三联邦的帮主了 为什么还要选什么立法委员 半夜三经 想要小便的时候呢 就很需要叶湖 一旦天下太平了 他觉得这个叶湖 是又臭又臧 他们这种人不想当夜狐的话 只能出来从政 经此一役 山鸡成功地打响了名号 成为毒舌堂堂主 之后 逼哥出事的消息传遍了道上 欣欣兄弟的山鸡 在雷公的手啃下 带着强和人回到了香港 帮着陈浩南解决了 红星的内乱 数日之后 又到了红星 开龙头大会的日子 逼哥一死 铜锣王扛把子的位置 就空了出来 目前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陈浩南 另外一个则是大飞 蒋先生有意将 澳门新赌场的生意 交给铜锣湾的扛把子管理 虽然蒋先生 十分地看好陈浩南 但是社团内部 也讲究一个公平竞争 蒋先生提议 将之前的生意一分为二 一个月之内 谁表现得更出色 谁就是铜锣湾的扛把子 第二天 来到澳门的雷公 面见了山鸡 他这一趟的主要目的 就是借由山鸡的身份 约见蒋先生 很快 在山鸡的牵线之下 两大帮派的龙头老大 见面了 但是雷公这只老鼓里 无视不登三宝殿 他先里后兵 感觉想入股 红心在澳门的新赌场 并且奉上一箱的钞票 蒋先生自然不会答应 但是这里已经埋伏好了杀手 雷公见软都不行 就想来硬的 可是蒋先生 执掌红心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随后就带着 陈浩南和阿耀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而经此一事 陈浩南和山鸡 也生出了隔阂 可是倒霉的事 不止于此 这天 小结巴被一辆大卡车 撞成了重伤 虽然经过抢救 保住了性命 但是因为脑部中疮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撞人的车子也查不到车牌 显然是早有预谋 就在此时 陈浩南的场子也被人砸了 还抢走了几十万 之后大飞抓了 大天二的女朋友KK 威胁他去偷陈浩南的账本 一边是爱情 一边是兄弟 最终大天二还是选择了偷账本 可是陈浩南做事光明磊落 没有贪一分钱 大飞也就无从下手 当晚 蒋先生约见了陈浩南 原来大飞如此针对他 是因为陈浩南杀了他的结拜兄弟小唐 而这个小唐其实是警方的卧底 杀小唐其实是蒋先生的命令 他不想让大飞难做 可是这口黑锅把陈浩南给害惨了 为了补偿他 蒋先生决定 被抢的钱一人一半给填了 之后大天二因为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 但是KK跪下认错 原来大飞是KK的亲哥 得知一切的陈浩南并未生气 做兄弟的没有谁对谁错 他相信大天二只是做错了事不是做坏事 两人依旧是好兄弟 另外一边 雷公暗中运作 把澳门新赌场的生意抢了过来 并有意交给山姬管理 但是经过上次的事 山姬已经看清了雷公这个老狐狸 并且这个赌场的经营权本来就是红星的 要是他来管的话 以后如何面对昔日的兄弟呢 于是他离开了三联邦回到了香港 可就在和陈浩南叙旧之时 丁瑶却突然出现 他面容憔悴 眼角还有于青 一问才得知 原来丁瑶为他求情 才被雷公打成这样的 他说自己已经说服雷公了 雷公想要在澳门见见他们两个 虽然是龙唐虎穴 可是有丁瑶的保证 两人也并未生疑 第二天 三人来到了雷公位于澳门的府邸 等两个人来到房间之时 见到的却是雷公的尸体 他们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 果然丁瑶骗他们过来 就是为了将雷公的死 嫁祸给两人 还好陈浩南反应迅速 果断挟持了丁瑶 随后两个人从楼顶跳下 成功逃脱 雷公一死 三联邦帮主之位就空了出来 在雷公贴身保镖高杰的帮助下 丁瑶顺势上位 成为了三联邦的代理帮主 丁瑶的野心不止于此 他又收买了大飞 想要吞并其他的帮派 一时间丁瑶的全是滔天 帮内无人敢生出二心 走到这一步 他计划了很久 这也早就被他用美色收买了 不过飞鸟进梁公藏 高杰知道他这么多事 不死叫他如何安心 之后 他用枪打上高杰 接着大飞上前 将其推进了江里 随后 丁瑶又派人暗杀了 红星几个坛口的老大 一时间弄得红星人心惶惶 别人都骑到自己的头上了 蒋先生也决定 向三联邦正式的宣战 成浩南主动请英 两个星期内解决这件事情 第二天 三联邦在澳门的赌场 到了开业时间 本来一切顺利 成浩南却带着山鸡等人赶了过来 明摆着他们就是要来砸场子的 碍于众多警方高层在场 丁瑶不敢有所动作 见此 几个人直接地大闹赌场 很快就爆发了混战 这也惹恼了警方的人 他让丁瑶立刻地停止赌场营业 并且协助警方回去接受询问 可就在他们出来的时候 迎面又碰上了成浩南一行人 丁瑶想要以多欺少 但是没有想到娇皮一记口哨 四周数百个小弟立马围了上来 很快就形成了碾压之势 就在此时 大飞也临阵倒戈 将枪口指向了丁瑶 原来大飞是卧底 这是他和成浩南演的一场戏 更令丁瑶想不到的是 高杰重伤坠江 之后并没有死掉 而是被大飞救了 丁瑶杀雷公的罪行 也被公之于众 如今他已经大势已去 三联邦决定将他带回台湾 交由刑堂发落 此时山姬走到了丁瑶的面前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随后连开几枪将他打死 随着丁瑶的死去 成浩南顺利地当上了 铜锣湾的扛霸子 而老大的位置 真的有这么好坐吗 小结巴到底能不能醒来 他和成浩南 能不能走到最后 下一期 成浩南遇见了 自己人生最大的对手 此人嚣张跋扈 喜怒无常 红星也因此而元气大伤 成浩南也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和成浩南到底是 禄死谁手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 古惑仔之 之手遮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